第一个你可以从政府的开放资料 这个网址是data.cov 里面找的话会找到台北市的 另外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你可以从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资料它其实放两个地方 一个是data.cov.t 另外一个是什么 它是放在台北市政府的开放平台上面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台北市政府的开放平台 可不可以找到也可以找到一不一样 后来发现两边都一样 那为什么要放两个地方 它可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吧 这个地方也可以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 你找的话最好是找哪里呢 最好我建议找那个 政府的那个会比较好 比如说这边找窃盗 这应该也可以找不到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讲是这个平台 然后住宅是这个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 如果跟这个就是政府的开放资料比起来的话 它有几个地方是没有显示出来 比如第一个它只有下载 所以你按下去它只是跳下载 就下载了 那问题是它的网址在哪里 有没有你找不到 OK 第二个的话它里面好像没有讲说它编码方式是 Big5呢还是YouTube吧 它这个没讲到 有没有 可是呢 在那个 data.gov.tw里面就有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会跟你讲说 你的网址在这里 这边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复制贴 所以特别是这个网址请各位 刚刚如果无法下载的话 请你重贴一下 有没有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贴的话记得就是 贴到 这个其实你把它当范本好了 以后的话 你用这个范本来用 贴上去这里 OK 然后记得双银的话留下来 不要少一个东西都不行 好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你会发现这个有 Big5 有没有 就是你那个 后面的数字就 950就OK了 可是呢 如果你是在那个台北市政府 这边就没有了 OK 所以 如果你下载资料 我建议你干脆 直接就是 就是在那个 这个data.gov.tw里面找 好像比较OK 那你说如果台北市政府这边 假设要 取得他的网址 也可以啦 其实有个方法 你可以按这个下载 不要按左键 按右键 右键里面其实有个什么 所谓的复制连结网址 一样可以取得 他这个 连结背后的网址 只是说 好像比较 麻烦一点点 有没有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友善 OK 不过他也是一个功能 如果你会这个功能 你当然这个问题 就比较简单 OK 所以这个跟各位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资料下载下来了 OK所以我刚刚 主要是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台北市切到点位 这个 范例的 VBA 有没有 我在这边增加了一个按钮 OK VBA 本来是 有没有就是 本来我们是什么公式 入街道的公式 清除嘛 清除 OK 入街道 有没有 可以把它输出 然后一个是清除 然后一个入街道 再输出 底下的话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 住宅窃道下载 然后他就 把资料全部清空 然后重新又抓一次 目前应该已经是最新的啦 这个是 他更新的这么快 已经更新到那个 110年的 11月17号 等于是 上个月份 OK 上个月份 已经 更新 有更新资料了 OK 他好像给的资料 也都有点像是那个 10价登录 那个 的 地址 他不是 很精确的地址 他就是 那个 大概1到 30号之间 在哪个地方 失窃 他没有 明确的位置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 把他下载下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 再来就是 绘制图表 所以呢 请各位 再切到哪里呢 切到之前 好像有做过 就是哪一区 有没有 那这个区 苏能分析表已经做好 我们就不动好了 不过理论上 当然将来你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VBA自动产生 苏能分析表 并且产生 苏能分析图 不过 复杂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是增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删除图 就是把这两个图删掉 一个图的话 就是再把这两个图产生 我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三图 把它删掉 那绘图 把它绘制 那绘图的话 一个是直条图 那一个是圆形图 那这两个图的话 并不是 我们 就是 用那个人工的方式产生的 而是 用那个VBA层次产生 那跟那个上个礼拜讲的 有点类似 其实 大体上就是把 上个礼拜 讲的东西 拿来这边套用而已 OK 那哪些 我们首先的话呢 接下来 第一个先来讲 绘图 绘图 那绘图的话呢 因为有两个图啦 我也懒得 就是增加另外一个 本来应该是一个直条图啦 一个是圆形图 那我想说算了 两个都绘图 一个按钮按下去 两个都产生算了 不过你写程式的话 你可以先写这个 先写直条图 然后再写圆形图 然后再把两个加在一起 就可以是这个绘图了 OK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绘图 这应该是上个 礼拜有讲到的 所以我把一些重点 稍微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直条图部分 所以呢 基本上 我这边有两段程式 一段是直条图 一段是 圆形图 那你会发现 直条图相对的会 比较简单 你会以那个 程式的 那个 列数数量的话 你会发现 哇直条图 太简单了 为什么 我们先把 那个 圆形图先删掉 我先 执行删除 那 首先的话呢 我执行 他就会 帮我把这个图 给放过来 那首先的话呢 你会发现 其实哦 如果要产生 直条图 程式基本上大概就是 总共 应该不到10行 那首先大概几个重点 这个前面有讲到的 第一个的话呢 怎么去绘图 那他的流程大概是怎么 怎么来的 那我们逐一逐一来看 首先的话呢 一样我用中段点 这边其实执行到这边 执行这一段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如果我要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增加一个 这个 直条图的话 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有几个 这个 指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如果你要在这个工作表 那其实 那你如果讲这个工作表的话 也有几个 几个叙述方法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这个工作表 ActiveShoot就是这个工作表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别的叙述方法 可以啊 你可以告诉他 第二种叙述方法 就哪一个工作表 你可以什么 Shits 有没有 其实这边就另外一个 就学一个叙述物件 然后呢 那他会问你第几个 那因为他是第四个 所以就输入4 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样 表示什么 第四个工作 1234 他就第四个 然后做 绘制图表的动作 然后或者还有哪个方法 另外还有方法 就是告诉他名称 比如说把这个名称 把它 放到这个 Shits 的刮壶里面 加一个双引号 把它贴到里面 这样他也知道 是这个 哪一个工作表 就是叫做 这个名称的工作表 不过你可想而知 哪个写法比较简单 当然因为 我们将它按按钮 就在这里嘛 所以呢你其实基本上 最简单的叙述方法 就是在 Shits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ACTIVE就可以了 其实白话意思啦 就是这个 这个 目前活动当中的 工作表 有没有 OK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用 Add Chat To 这个前面讲过 增加直条图 直条图的参数呢 就是这两个 201 跟后面的 当然你想说老师 如果我想知道 还没有其他的 图形 可以 在VBA 设置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游标放在这上面 按F1 就可以了 F1的话 他就会自动 帮你把一些相关 找不到关键字 放在这里 F1 这怎么没有对应 或者放这个 Add Chat To 还是说他 Add Chat To 这个方法 他还没有更新 有啦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 你游标放Add Chat To 他会跟你讲说 你如果要绘图的话 这边 第一个是Style 第2个是 叫做 Char Type Char Type就是什么 图表的样式 至于说他对应的哪些图形 其实这边也有 连结 叫 XL Char Type 你把它点下去 他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 哪一种图 它的 值是多少 不过 这有时候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至少你这样要变化 你可以从这边去变化 OK 那直条图的话 当然就是 201 跟这个 再来我要放哪里 基本上我希望这个图 帮我放在 哪个储存格好了 用储存格就对应可能比较简单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放在那个 D3 应该是D3那个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绘制 帮我绘制到 这边 这个储存格的 左边这条线 跟这个储存格的 上面这条线 的交叉点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 这个是 帮我在 D3的Labs 就是这个 然后呢 D3的TOP 就是这个 就会有一个 点嘛 所以将来这个图 这个图就会从这个点开始 帮你 把它绘制 再来跟他讲说 你的 宽多少 宽450 所以呢你宽450 他就帮你绘制 450 至于450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 450个 点的样子 点喔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像素啦 不过好像 在那个 VBA里面像素跟点好像 还是有点差异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也就是 450个点 我印象中 然后呢 再300点 所以大概 绘制出来 位置大概 差不多这样子 450 然后300 那至于 如果太大太小 没关系 你们可以自己再 比如说这个 绘制出来 我把这个 F8 他会画出来 如果假设 你觉得这个 老师这个 太 怎么讲 太大了 我希望缩小一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可以把这个删除 然后交过一个方法 你可以让程式倒车 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变400好了 OK 比如说你希望 在那个宽度变窄一点点 你再按F8 就下一行 他就绘制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OK OK 那就 可以往下走了 那 其实 第1个 他其实这个 这个ADCH2 实际上有点是什么 他会 画一个那个 空白的区域 然后再来 再把那个图 给放进来 所以呢 你要跟他讲几个讯息 这个 这个CHARGE 这个图 里面的话呢 第1个你要跟他讲说 你的资料来源在哪里 那因为资料来源 我们基本上就是 在枢纽分析表里面 所以基本上是 A4 到 B15 的这个范围 所以把这个 A4 到B15 跟他讲说 里面的那个 所谓的 sourced data 我们的 范围在这里 OK 所以你帮我 绘制图 就帮我把资料倒进来 那第2个的话呢 有没有Title 所谓 hasTitle 有没有Title 有 就等于True 那这样的话呢 你再给他一个 Title的名称 Test 各 区的 切到分析 那最后的话呢 跟他讲说 你的那个什么呢 Title的字的大小多少 那当然 你12如果太小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变更啦 OK 比如说你给他资料 重跑一下 他可能 刚刚已经有建一个了 OK 把它执行一下 再来 绘制 然后资料给他了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 True 其实预示好像就是True的 OK 所以这个 这一行其实 不执行好像也不影响 OK 然后再来的话 把上面的名称变更 另外的话 FoneSize 目前好像是4 如果12会不会太小 好像有点小 如果你要变大没关系 这个可以 可以再调整一下 改16好了 OK 把它向上拉 再跑一下 如果另外的话 顺便补充一下 如果字的颜色要变更 怎么做 如果字的颜色要变更的话 你可以 这个 Title Fone 点 这个地方 把这个后面 改一下 改什么 点什么 点Color 它的字的颜色 颜色后面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变 比如红色 就RGB 那应该多什么 25 就全部 红色全部 然后没有 绿色 没有 蓝色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就是 红色了 OK 当然把它往上拉 倒车一下 再执行 这变红色 OK 那我们就先把那个 直条图先绘制出来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 所谓的圆形 圆形图相对 比较复杂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